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了 今天的故事呢 咱们从山东省一个名叫威山的地方说起 在山东省济南市张秋区的盛景镇 有一座山叫威山 2002年11月的一天 当地的几位村民正在威山上挖坑栽树 就在某一个树坑即将挖好 最后一稿头下去的时候 叮咚一声 这稿头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了 时候吗 当他们扒开泥土看的时候 几个人同时呀一声叫了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稿头碰到的不是石头 是一个人头 突然挖出个人头 是不是又叫吓人呐 那别怕 这个人头不是真的人头 村民们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那是一个陶制的人头 这在土里边怎么会有陶制人头呢 而且既然有了人头 在下边是不是有人身子呀 出于好奇 村民们继续往下挖 而这回几个人又有了新的发现 什么呢 他们不仅挖到了一个完整的陶人 还挖出了一匹陶制的马 奇怪啊 这陶人陶马是干什么用的呀 为什么会被埋在威山呢 想不明白的村民们干脆 树也就不中了 他们跑到了当地的文物局 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看到的东西 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一听啊 颇感意外 立即就派人到现场查看 那么查看的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村民们挖到了重要文物 那个陶人是陪葬用的陶涌 那匹陶马呢是马涌 而且工作人员甚至推测 就在村民挖树坑的地方 或许有着一个涌坑 那么这地下真的有涌坑吗 如果有的话 里边又埋着多少陶涌 很快 二十多人的考古队来到了威山 他们要对威山陪葬勇 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经过仔细清理 考古队果然发掘出了一个涌坑 坑里边不仅有很多的兵马俑 而且这些兵马俑排列呢 是井然有序 排在前边的是骑兵 中间的是车队 后边的则是步兵 根据整个兵马俑的队形 以及兵种来看 考古队推测 这个兵马俑方阵应该是贵族出行时的车马仪仗队 说到古代的车马仪仗队 平时我们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也能看到 那是车马成群 前呼后拥 场面浩浩荡荡 当然了 根据中国古代的封建礼制 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 只能是王后将相 帝王贵族 也只有皇帝 或者说是身份显赫的人 才配有兵马俑仪仗队来陪葬 所以毫无疑问的 这些兵马俑陪葬的牧主人 当属位高权重之辈 而且专家们推测 牧主人很可能是诸侯王级别的 那么牧主人究竟姓慎名谁 这些个陶勇又是哪个年代的呢 由于永坑当中 没能够发现 明确能够说明牧主人身份的文物 所以对于牧主人到底是谁 大家果然的意识也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 对于陶勇属于哪个年代的 这样一个问题 考古专家很快就有了推断 什么呢 西汉早期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呢 专家是这么解释的 说家说 根据以往的考古情况来看 我国一共发现了 四处大规模的兵马俑 分别是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木兵马俑 陕西汉景地杨陵兵马俑 以及江苏徐州狮子山汉木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秦代的 那么另外三处的兵马俑 都是汉代早期的 考古专家通过比较发现 威山出土的这批兵马俑 跟后边三处的汉木兵马俑 在形态上是大致相同 所以专家才说 威山兵马俑应该也是 西汉早期的 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 另外一个推论 什么呢 有专家认为 这些兵马俑应该是 西汉中晚期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推测呢 原因是 他们在威山陶俑当中 发现了一群 特殊的兵马俑 那就是这些兵俑 究竟特殊在哪儿呢 眼尖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了 这些兵俑的长相 跟别的兵俑很不一样 他们脸颊突出 眼睛深凹 下巴宽大 另外呢 这些兵俑头上的装饰 跟其他兵俑也不一样 既然长相和打扮如此特殊 想必应该不是汉人吧 那么会是什么人呢 考古专家认为 这些兵俑很可能是胡人 既然兵马俑当中出现了胡人 说明牧主人生前所处的时代 跟胡人有比较多的交集啊 但是据史料记载 在汉朝自汉武帝之后 也就是西汉中期以后 胡人才大量进入中原 所以一些专家认为 威山汉墓陪葬坑的年代 应该属于西汉中晚期 您看啊 有人说是西汉早期的 还有人说是西汉中晚期的 那么请问到底什么时期的 就在大家伙 争论不休的时候 一个新的考古发现 最终结束了这场争论 在后续的发掘工作当中 考古队发掘出了 烧制兵马俑的桃窑遗址 而就在桃窑遗址的 一个窑洞里 发现了这两样东西 这什么呀 一样是桃制的半两钱 一样是汉代桃制的钱范 既然钱币可以断带 那么这些新出土的半两钱 具体什么时期的呢 答案是西汉早期 一点关子不卖 直接说 为什么呀 因为半两钱 其实算得上是 秦始皇的一项创举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在全国发行了统一的货币 这种货币呢 就是半两钱 而且一直到西汉早期 人们用的还是半两钱 但是到了汉武帝 元寿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118年 汉武帝下令 废除半两钱 至此半两钱 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当然了 除了半两钱 能够证明 陪葬坑是西汉早期的之外呢 专家们还认真研究了 陶勇的制作年代 确定就是西汉早期的 好了 说到这里 有关威山兵马俑 陪葬坑的年代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啊 那么接下来 要搞清楚的问题是 问题都排队来的 兵马俑陪葬的主墓 在哪儿 墓主人究竟是谁 这么重大的问题 当然是下节再说 考古人员虽然发现了几座古墓 但主墓却一直不见综艺上 威山山顶的风土堆 究竟是不是兵马俑陪葬的主墓 墓主人又究竟是谁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到了已经知道 威山兵马俑就是西汉早期的了 断代已经完成 既然清楚了陪葬俑的年代 那么有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那也就清晰了一点 至少我们知道 墓主人生活在西汉早期啊 至于具体是谁 那就看接下来能够找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但是考古队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迟迟找不到线索 在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当中 在永坑的旁边 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墓 不过可惜的是 这墓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盗了 好在盗墓贼 没有拿走所有的陪葬品 考古队在墓里边发现了 陶器 漆器 弩 以及大量的青铜箭头 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 以及墓葬的形制 专家说 这只是一座陪葬墓而已 听起来汉代权贵们的墓葬 好像很奢华 事实也的确如此 有人可能要说了 人都死了 你搞那么豪华干什么 纯属浪费 时代不同 人的观念也就不同 在汉代 像帝王诸侯这样的人 他们死之后 他们认为死了之后 只是换了个地方生活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墓葬 建得跟陵园一样的豪华 但是神秘的主墓 核心在这儿 说了那么多神秘主墓到底在哪 在后续的考古发掘当中 考古队又在微山北坡 陆陆续续发现了几座墓葬 出土了一些文物 当然 这几座墓依然是陪葬墓 不是主角 出土的文物呢 仍然无法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奇怪了 为什么考古队总是找不到主墓呢 发掘工作到这里 好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了 失去方向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在查阅相关资料之后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怎么呢 原来有资料记载说 在微山的山顶 有一座大型汉代诸侯墓 得知这个线索之后 考古队立刻就去了微山山顶 因为时隔多年吧 我们这里没有当时现场的画面 但从这张老照片当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山顶上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风土堆 土堆的顶端还有一个铁亭 所以当地的百姓 又叫这个风土堆为铁木顶 那么这个铁木顶 是不是大家要找的主墓呢 经过仔细勘查和分析 专家们认为 这个风土堆跟陪葬坑的年代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很有可能就是主墓 但是因为古墓被盗过 在后续的考古发掘当中 考古人员没有找到 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 因此有关墓主人的身份 那众说纷纭 不过在众多猜测当中 有一种猜测认可度比较高 什么呢 有专家认为墓主人 很可能是济南王刘辟光 西汉初年 今天的济南地区 有吕国济南国两个诸侯国 吕国呢只存在了七年 先后有四任诸侯王 但是只有第一任诸侯王 吕台是正常死亡 而且吕台就埋在 威山的洛庄汉墓 所以威山汉墓的墓主人 不可能是吕国诸侯王 只能是济南王刘辟光 据史书记载 汉文帝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 汉文帝刘衡设了济南国 封他的侄子刘辟光 为济南王 管辖的区域 包括现在的山东省济南市 张秋市 济阳市 邹平市等地 刘辟光在位十多年 据说还在位期间呢 把济南国治理得还不错 所以有考古专家认为呢 威山汉墓的墓主人 很有可能就是刘辟光 不过对于这个推断 后来有人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呀 刘辟光不配拥有 诸侯王级别的墓葬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呀 得说到刘辟光死前的 一段经历 据史书记载 汉景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 汉景帝刘启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下令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 结果引起了吴楚等诸侯国的不满 吴王刘弼联合了楚王刘悟 赵王刘遂 济南王刘辟光等其他六个诸侯王 发动了七国之乱 但是这次叛乱并没有成功 汉景帝派周亚夫等人领军不到三个月 就平定了此次叛乱 因为叛乱失败 一起发动叛乱的诸侯王 基本上都是身败名裂 济南王刘辟光也不例外 最后自杀身亡 所以有人说刘辟光 他都参加叛乱了 那就是乱臣贼子啊 这样的人还配有兵马俑陪葬 然而规于这个问题 有专家回应说 据史书记载 叛军出兵时 刘辟光本身就比较犹豫 所以汉景帝刘起认为 刘辟光是被人胁迫的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还是值得宽恕的 而且民间也有传言说 因为刘辟光犹豫 汉景帝才有了充裕的调兵时间 镇压 这才成功 至少有这方面因素在里边 因此汉景帝最终厚葬了 刘辟光 不过 宽恕并不等于原谅 为了让刘辟光勇士不得翻身 汉景帝特意让人用铁水 浇住了墓室 总之 不管是史书记载 还是民间传说 这些个考古专家认为 刘辟光被葬于 威山汉墓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目前 因为考古工作者 依然没有在威山汉墓 发掘出能够证明 墓主人身份的文物 所以关于墓主人身份 到底是不是 几南王刘辟光 也没有最终的定论 但是威山汉墓兵马俑的发现 对于研究中国汉代的理智 以及贵族们的生活 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好了 威山汉墓的故事 到这就说完了 今后再有进展 咱们再接着说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说 另外一座古墓的故事 这是一座什么古墓呢 名字叫做 罗伯湾一号汉墓 那在哪儿呢 那个地方 在广西省东南部的贵港市 其实啊 这个罗伯湾一号汉墓啊 并不是近些年才发现的 早在1976年呢 就被发现了 但是您知道吗 直到今天呢 这座汉墓的墓主人身份 也还是个谜 为什么呀 我们先回到 1976年的夏天 在今天的广西省贵港市 也就是以前的贵县 曾经有一家化肥厂 在化肥厂附近呢 有一个大的风土堆 当地的老百姓 叫它大坡岭 1976年6月的一天 化肥厂要搞过建 一些工人就到大坡岭挖土方 结果一锄头下去 有人就挖到了一些 金灿灿的金属 一看挖出来的是金属 而且还闪着金灿灿的光芒 工人们都觉得 这应该是挖到黄金了呀 很快 在工地上挖到黄金的消息 在整个贵县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贵县文化局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就警觉了起来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工人们挖到的 很可能不是简单的 什么黄金而已 而是重要的文物 有人可能要说了 这文化局的人 是不是磨着了 一听到什么挖到什么 只要是挖到什么 就是文物 嘿 我跟你说 人家可不是磨整了 那猜测是有道理的 据当地史料记载 罗伯湾一带 有一个很大的汉木群 里边很可能有上千座的古墓 这些古墓 有的比较大 在地面上留有高大的风土堆 当地老百姓呢 把这些大风土堆 就叫做岭 比如说 风流岭 马鞍岭 大坡岭等等 有的古墓呢 则没有风土堆 只有在搞生产建设 需要动土的时候 才可能被发现 所以桂县的文化局意识到 工人们在大坡岭挖到的 很有可能是古墓里的陪葬品 于是迅速派人到现场调查 而就在调查期间 一些化肥厂的工人 出于好奇 又顺着取土的沟槽 朝着大坡岭中心挖去 结果您猜怎么着 没过几天 就挖到了一条四五米深的隧道 这个地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隧道呢 工作人员实地检查后发现 这条隧道 它就是一条木道 再往里挖 很有可能就要挖到 墓葬的核心部分了 于是桂县文化局 立刻要求工人停止开挖 并把这事上报给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 罗伯湾一号汉墓中 经现巨大果市 但却被盗墓贼洗劫一空 七具陪葬尸骨 祥露闻同谷 又能否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化肥厂的工人 不仅在大坡岭 挖到了金灿灿的金属 还挖到了一条四五米深的隧道 当地文化局的工作人员 实地考察之后 认为工人们已经挖到了古墓了 于是迅速将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上级部门 仅仅三天之后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博物馆 就派考古小组来到了罗伯湾 一见到大坡岭风土堆 考古小组就推测 埋在大坡岭下的墓主人 身份是非同一般 凭什么这么说 按照汉代的礼仪 普通百姓死后 墓葬之上是不能有风土堆的 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有呢 要士大富以上 经过测量 大坡岭这个风土堆高七米 直径约六十米 在罗伯湾汉墓群 风土堆当中 属于比较高大的一座 所以从风土堆的规格来看 墓主人很可能是上层人士 当然了 这只是很粗略的推测 至于到底是不是 那得有更有力的证据 1976年7月9日 考古小组正式开始发掘 并把工人发现的这座墓 命名为罗伯湾一号墓 清理完风土层之后 一个巨大的墓坑显现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清理 果式盖板全部露了出来 这件二十八根巨大的方形木头 并排平铺 形成了一个突字形的巨大平台 看到这个阵势 大家不禁激动了起来 在这二十八根果板下面 会不会有惊喜在等着大家呢 然而 当考古人员打开盖板的时候 激动的心呢 瞬间就凉了 1976年8月13日 考古小组开始起调果式盖板 调走最后一块盖板之后 大家发现果式已经被盗了 里边是一片狼藉 陪葬品早已被洗 结一空就连牧主人的尸骨 都不见了 发现是这个情况 大家的心情瞬间就是凉凉啊 对吧 但即便如此 考古小组还是尽全力 仔细地清理牧室 希望能够找到像印章啊这一类 能够证明牧主人身份的文物 但是找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就在大家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一个东西的出现又燃起了希望 原来在清理牧师的时候出土了一些破碎的漆器 这天考古人员正好准备清洗一下这些文物 然而就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考古人员发现漆器上粘着一张破碎的小纸片 这该不会是古代的纸吧 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小纸片送去做鉴定 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纸张 但那个时候因为造纸技术比较低下 成本很高 所以数量极其稀少 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用得起纸 如果这个纸片是西汉古纸的话 牧主人的身份范围那就大大的被缩小了 那么这小小的纸张会不会有大大的价值呢 很遗憾 通过鉴定发现 这个纸片不是西汉的古纸 而是现代进口包装的牛皮纸 哎呀 真是太不容易了 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 就这么生生被掐灭了 小纸片的线索一段 有关牧主人的身份之谜再次回到原点 八月底 考古小组对罗伯湾一号木的发掘工作就要结束了 虽然木是被破坏得很厉害 但是也不是一无所获 考古人员在古木当中 出土了小件的漆器 木器 陶器等六百多件文物 而且其中的一些文物做得还挺精细 像这件古文玉碑不仅造型别致 制作也是十分精美 一座被盗过的古墓还能出土这么多文物 不难想象牧主人原有的陪葬品干是多么的丰富 但是遗憾的是考古小组 依然没有能够在这些文物当中找到可以证明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所以大家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现场 然而谁知道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一惊一乍 峰回路转嘛 故事就这么说的 就在考古小组离开十几天之后 事情竟然出现了转机 十几天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电话突然间响了下来 有人打电话说在罗伯湾一号幕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说在牧室裹板下方又发现了新的木坑 上面的木板上 它不是有木板吗 木板的盖上还冒气 接到电话之后 考古小组连忙赶到现场 让人激动的是这次 考古小组在七个殉藏坑中 发掘出了七具殉藏棺木和七具尸首 经过专家鉴定 这七具尸骨是六女一男 女性死的时候16至26岁 男性只有13岁 那个小男孩那里看到就是这个身边的他手上的痕了 有一把剑和一个摆杖 那这刚好就对应那个木族的身边了 那只剩下两张 那对一个下面这张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小孩有可能就是一个木族人的护卫 生前的护卫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 一个13岁的孩子能够成为护卫吗 事实证明啊 考古人员推测的大致方向还是准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棺木当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乐器 陶器 铜器 琥珀 化妆品 等等陪葬品 根据这些陪葬品 考古人员认为 这七个人应该就是牧主人生前亲近的歌舞纪 随身的侍从以及加奴 说到人训制度 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它是古代权贵们专有的一种藏俗 但是必然是一种漏俗 非常可怕 莫子就曾经说过 说天子死后 殉葬者多达数百人 少也有数十人 将军大幅级别的呢 殉葬者多则数十 少则几个 虽然说吧 从汉代开始 人训这种藏俗 已经风气淡了很多 但是他依然活跃在权贵阶层的心中 这七具陪葬尸骨的出现 又一次的表明 牧主人他应该就是上层人士 但是上层人士也分级别 也分等级 这个牧主人又是哪种级别呢 说来也巧 三个月之后 一个新的发现 让这个问题变得清晰了一些 怎么回事呢 原来清理完殉葬坑之后 考古小组就直接撤了吧 三个月后的一天 化肥厂的工人们到木坑里搞清理 就在他们清理埋在果市底下的果板时 竟然发现了两个器物坑 坑里有着很多的陪葬品 于是又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打了个电话 接到电话之后 考古小组又非也是地赶到了现场 通过仔细地清理 在这两个坑里边 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很多的铜器 比如说有铜骨 铜顶 铜筒等等 然而在这些琳琅满目的铜器当中 有一样东西让考古人员兴奋了起来 什么呢 就是这种极其罕见的降陆文铜骨 铜骨不仅保存完好 上面的图案与文饰也刻得非常讲究 据史料记载 在古代南方铜骨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只有首领或者贵族才配拥有 所以民间一直有 德骨二三便可称王的说法 虽然通过这三次考古发掘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墓主人是王侯级别的人物 但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一直没有能够找到 可以明确墓主人身份的物证 所以墓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个谜 看起来我们离真相似乎很遥远 但或许已经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了 我们期待有一天 有人能够直接地揭开这个谜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团期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